到底营业良下一步布局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基金它布局三块领域 一个是全球天然气 一个是新加坡物流 一个是香港保险业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呢 我要请这个中科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能源 这是物流 这是金融 能物金 这个会是营业良下一步骤 他们必须要发展的一个方向吗 背后到底营业良看重跟着眼的地方在哪里 好这个让我想起2007年的时候 上一周刊曾经访问过营业良 那时候我们帮他做了一个标题 他说在2015年 听清楚我们2007年专访他 他说2015年的时候 卖酱油的会比卖金元的还要赚 在那个时间点 他最看好的总共有三个产业 第一个叫生技 那大家回想一下2015年的时候生技股有没有涨很多 那时候标很多对不对 他那时候就非常看好生技 第二个他看好医疗再来材料 他看好这三个产业 那我们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来看他今天讲的这三个 第一个叫做全球的什么能源跟天然气 大家最近会没发现一件事 中国突然讲说 我要买天然气我不买了 我跟全世界买天然气我不买了 为什么 因为天然气现在的价格在跌 那能源的整个产业天然气是能够替代石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物料 那中国到底在未来在天然气市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晏良说他要投资天然气 这个我们就等着观察 第二个他说他投资新加坡的物流 他不是投资中国的物流 他投资新加坡的物流 新加坡的物流有什么特别 大家要记得新加坡在哪里 他在中国乃至于印度的旁边 所以对中国来讲 新加坡是一个中国觉得会牵制到 中国的海上思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烟喉的点 那所以新加坡的物流产业 也是在快速发展的一个产业 而且它是面向了包括印度这个市场 所以新加坡物流也是一个很特别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讲了香港的保险 他讲说香港为什么投资保险 我应该投资中国的保险 我不是香港的保险 各位你要知道 2017年有一件最重要的是 香港有一家 在全世界最厉害的线上保险公司挂牌 这家公司叫什么 叫众安在线 众安在线最大的股东是谁 是阿里巴巴 那各位你有没有连结出来 尹远良最新的盟友是谁 是阿里巴巴 那尹远良现在拥有最大股权的是 哪一家保险公司 是南山人寿 南山人寿 未来他要跟外面的人结盟的时候 他到底是找一家保险公司 还是找一家科技公司 如果他要找科技公司 哪里是他最好的路 就是香港 香港的保险公司 中安在线是 现在全世界在线上保险公司 发展最快速的一家保险公司 他全公司有1500个员工 里面57%是软体工程师 所以他们卖保险全部用软体 用网路在卖 重点是什么 他跟阿里巴巴的淘宝 是完全的结合 所以你看到的是 我们尹老板已经看到了 香港保险事业的发展 这个跟他的未来 台湾的保险事业 会不会有一些连结之处 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 所以我们就看起来 你先看一下他的整个发展 第一个他在流通上面 他有大润发 大家记得 大润发他没有全部卖光 他还流了4%多 尤其是中国 中国的整个大润发 那中国的大润发 现在的主导的人是谁 是阿里巴巴 所以是阿里巴巴 所以对银眼梁来讲 他现在等于是阿里巴巴 在全世界的一个合作伙伴 好 那这个你就知道说 他为什么看中了物流 再来金融 他现在还有南山人兽 各位你要回想一下 银眼梁投资保险公司 历程是非常多的 第一个他成功把安泰人兽 投资然后再卖掉 完了以后他又投资南山人兽 他现在又说 他看中的是香港的保险 显然他是看中的是什么 是线上保险公司 不再是一个实体的保险公司 那我们就知道 他在金融有他的布局 在能源上面 他又有在台湾 我们看到 他从前面他投资了电池厂 他把他的电池公司卖掉 卖给谁 卖给香港的士安集团 士安集团做什么 做电动车 所以他第一个把电池公司 并到士安 之后他又筹资能源 Gogoro已经让他跟高尔 跟全世界的这些 所谓的新能源的发展 都已经接上线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未来 非常看好的产业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次银眼梁再度出手 其实他特别还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话中当然也有话 他说了 这个只是暖身 他投资1亿美元 来这个后普基金 他只是暖身而已 未来有任何有更多有爆发力的一些明星产业 他都不会错过 你看一下过去 他跨足的是有多么多角化建设营造 纺织服饰 教育 医疗 流通 生物科技 金融 工艺事业等等 其实他是很多角化 多面向的 他的投资 为什么可以这么样子跨领域 但是又被人家称为眼光精准呢 好那因为大家就在讲说 他的投资叫做英式投资 叫什么老英 老英为什么讲他是跟老英一样 他飞得高 老老远就看到地面上看不到的猎物 这有个故事 有个典故 因为英雁良 据说他出生前 他的奶奶 做了一个梦 梦到他们家 有一只大鸟飞过来 那这个大鸟呢 他们老一辈的人说是大棚鸟 可是大棚鸟实际上没有这个鸟 那后来英雁良就说 那个大棚鸟其实就是老英 所以他非常喜欢老英 那各位你看到这一张画 有没有这张图 这样的一个画老英的图 在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可见 所以他非常喜欢老英 包括他开的帆船 也叫大棚鸟 所以他你就知道他是非常喜欢 老英那种精准下去投资 但是又什么 又很内斂 要低调 所以你看他投资很精准 但实际上他的布局已经不很遥远 我们来看 我们把他的投资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第一件事1975年他接下他爸爸以苏田 给他的润态纺织 那一年润态纺织的整个资产 才多少600万台币 到今天他已经有上造的资产 你就知道他成功的把整个集团扩张了多少倍 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做了另外一件事 1977年的时候 他投资了第一家公司叫润态建设 各位你知道他润态建设多快回本吗 一年 一年就回本 他跟他爸爸借了1700万 是 投资润态建设隔年回本 那时候营建设一整个蓬勃发展 好 那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让他开始有了信心 是 他开始研究 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讲说 你老板的投资哲学 跟你我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 他在1977年到1980年代的时候 他给他身边的幕僚下了一道题目 他说你们去帮我找 政府法令上没有开放 但也没有说不准投资的产业 各位你要听清楚 政府法令没有开放 没有开放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还没有投 可是他政府法令也没有说不准投资 于是他在那个80年代的幕僚作业里面 帮他找到了三个最重要 他未来都有投资的 第一个叫保险公司 第二个叫投雇跟投信的公司 第三个叫什么 叫甲级营造厂 结果他就把这三个执照全部都投了 你看他1986年他投资了什么 他投资了安泰人寿 投资了光华投信 他成为台湾第一批投信公司的大股东 10年 这10年中间他做足了功课 精准的去投资了这几个产业 各位你知道吗 安泰人寿跟光华投信 他什么时候卖掉 大概在2000年前后 就是1986年14年之后卖掉 你知道他全部卖了多少 240亿 赚了240亿 所以前面14年 他花了可能三年到五年的功课 去做足了功课 然后他投资了这些产业是别人 不敢投不敢碰 但是他先去做了准备 投完了以后 可是在花14年 激凝起来以后 他再把它卖掉 好 那1996年他又投资了什么 他投资了大润发 他在哪里投资 在台湾投资 他跟法商一起合作投资 他什么时候把这个 他跟法商投资的股权卖掉 他在2000年以后 他就开始卖 他卖了赚了多少钱 赚了80亿 他卖掉一部分 他不是全部卖 他卖了一部分 为什么 他要去投资中国 很敢买很敢卖 对 关键就在这里 我觉得尹老板 厉害就在哪里 他看得很准 他投了 但他不会恋战 他不会说 这是我百年基业 我抱着股权 我全部不卖 他要持续的扩张 所以他在好的地方 好的时点 他就卖出了 卖出了以后 他再转进 你看2006年 你看到每10年10年10年 他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 2006年他去拿了什么 大陆的丰沛营造 这是什么 中国大陆发出来的甲级营造厂 所以在中国可以盖大楼 润态集团可以盖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刚刚说敢买敢卖 这个敢卖也卖的大家 会觉得你卖对吗 还是卖错 我们说的是 中国整个物流业的 扛把子大润发 中哥 他也给卖了 大家就想说 你眼光这么独到 难道又是一只老鹰的逆袭吗 好 那这个卖 卖大润发 大家为什么会有意见 是因为他是折价卖 他不是溢价卖出 大家觉得你少赚了 可是各位你要想 他卖的对手是谁 是马云啊 他今天跟马云交朋友 他还要溢价 还是要折价 他如果今天折价 可以跟马云结交朋友 到底是长线可以获利 还是为了要图短线的利益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 未来再来观察 那他会做这些投资 其实跟他的哲学有极大的关系 他的哲学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烧冷灶 在别人都没有看好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做投资 第一个我们要讲 他在进中国最早开始的投资 是什么 金温铁路 这条250公里 从金华到温州的铁路 他什么时候去投资啊 他在1980年代就去投资了 那你在那个时间点 大家要去想一下 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的时候 谁敢去碰中国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进去 他开始去做这些 对于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基础建设 还有什么教育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受了他的老师谁 南淮景的影响 所以等于是南淮景有国师之称 尤其是李登辉总统在主政的时候 南淮景就是国师 那那个时候在教银梁 很多的对于中国的投资的事 那银梁都照单全收 他第一个去投资基础建设 第二个他做了什么 投资了光华管理学院 这是1994年他投资的 啥根教育啊 他建了这栋楼 花了多少 两亿美金 那问题是这栋楼培养出来多少学生 最重要的学生是谁 李克强 李克强 李克强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 他不是念光华管理学院 可是他很重要的是 他的硕士跟博士都有在北大念书 他最重要的老师是谁 叫利宇宁 利宁是什么 利宁是什么样的人物 他是中国所谓经济的改革 能够股份制 能够有证券市场的整个投入 都是利宁 那师承谁 李克强的老师就是利宁 那利宁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这个周年北大校庆的时候 他最感谢了谁 感谢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事情他是长期扎根 那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 那我们就据说有一个消息 就大润发在上海展店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是中国即将 我们从现在看起来 是中国即将把这个零售业的执照全部关门 最后一支张执照发给大润发 据说批准的官员就是当初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生 你就知道说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 而且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投资